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那个分享荧幕的按钮没办法按下去 这是不是我有一些权限没有打开的呢 好 稍等一下 好 老师应该有了 你看一下 现在有了 好 谢谢 那我就开始分享我的荧幕了 好 谢谢 OK 好 现在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荧幕了吧 对不对 那个都没有echo的话 我再找一个人 有 有看到 OK 好 谢谢 那我现在开始来上课了 好 所以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教了什么呢 我再帮大家简短的复习一下 其实上个礼拜教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变磁学 复习以及实物上的操作 那它的基本的最基本最基本的假设呢 其实就是一个Z0 然后它有个VS 一个讯号产生器 那它放到一个load 那所以说如果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我可以计算出一种东西叫反射系数 我把它叫价码 那价码等于ZL Z0除以ZL加Z0 OK 好 那这里 如果我的ZL 那在这边Z0我们是假设它还是实数 那复数的状况 我们会牵扯到一种叫 够 中二匹配 那这个我们再说没有关系 那现在假设它是实数 是欧姆 OK 那这样的话 我的ZL 其实我的ZL就可以real part的ZL 然后Imagary part的ZL 这样子一条一个线就 价码 然后Imagary part的价码 那它Maping到这个实现长什么样子 是长这样子 OK 那在这里啊 那个这种圆 我们把它叫做等变组圆 那什么等变组圆呢 就是一条一条的线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那个有位同学你的那个视讯画面没有关掉 这样OK了吗 接受 好好应该没事了 OK好 谢谢谢谢书教的提醒 那所以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等变组圆 其实就是这个的等变组圆 就一条条实步的线 它可以Maping过来到另外一个线 那虚步的这个线 一条一条虚步的线 会Maping到这个叫等 等 我 电阻叫等变抗圆吧 就是这种 那我们把它叫等 我自己 我自己习惯称为叫等X圆 那等变组圆就等R圆 那当然啊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用一个 这个 real part 的YL 跟Imagine part 的YL 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那 那也 可以Maping到另外一个圆 那 这个另外一个圆系啊 那我就用另外一个颜色去写 就是 它变成这样子的圆 那这样的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叫等 等电导 那我们叫等G圆 OK 所以等电导圆就是这种 等电导圆都是固定的 在这里 那这里叫做等 等 B吧 就是 等电纳圆吧 OK就是这样 那所以说 有这个线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诶 在这种 这种主抗的状况之下 我在这里 串联一个 那个 串联一个那个 X 它就往上下走 那串 串联一个 R 就往正走或负走 串一个负的R 就往负走正走 那这边也是导纳的话 我并联一个Y 好 虚部的Y就上下 并联一个实部Y就左右 可是你会发现 当他Maping到Smithchart的时候 那他基本上 我串联就是这样子 那我并联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基本上我们如果看并联这种走法的话 那我基本上可以在Smithchart里面走各式各样我想要走的路径 就藉由串联跟并联在同一张圆里面去走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电路设计来说是有极大的帮助 那在上次我也我也跟大家demo一个概念 就比如说假设我的GL 假设我的GL 等于5欧姆 那我想要让它匹配到50欧姆 那我这边我可以加很多很多线啊 或者说我的RLC 然后想办法把它烙一烙一烙一烙到这边是50欧姆 那基本上我也是利用Smithchart去做的 那当然上一次我当然也有教各位 就是说假设你要做Tuning 其实可以按这个Tuning然后去Tune任何你想要的那个参数 在这里 那可以去Tune任何你想要的参数 那在这个Tune的当下 其实你可以动态的发掘 那你这个Tune的参数的一个跟那个最后结果的变化 那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你只要那你只要在那初期的初学者 那它在做Tuning的当下其实会培养非常非常多手感 那我非常非常建议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花多点时间 然后去跟这个Tuning的概念做一些处理 那当然我今天也会有更多的那个实际的例子 那让各位可以之后可以更能够去体验这样一个观念 OK好 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反射的概念 那所以说我们就回到 那如果是反射以后 那我上次还教到说 如果这是一个device 那我加上一条传输线 那如果通通都完整的那个matching 就是这是Z0 那这个也等于Z0 这也等于Z0 那于是乎这个的特性跟没有加传输线特性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只有瞬向波 OK 那顺向波的电流电压比刚好等于负载 那就完完美美 没有任何的一个逆向波的解会跑出来 那假设 这边不一样 ZL不等于Z0 那这边会有反射 那可是因为传输线的特性 它反射系数的绝对值是不变的 就是这边的反射系数的绝对值 假设是等于0.3 就一份过去0.3份会回来 我这边看到的反射系数的绝对值也等于0.3 OK 但是我的相位会变 OK 就是这边过去再出来 它相位会有两倍的delay 那所以说其实这也证明说 那个反射系数是可以完美的诠释传输线行为的一种很好的工具 所以在这里就跟各位讲反射系数的概念 那所以说我们就就回来看 其实反射系数不外乎是一个 一个把ZL去表示成另外一种形状的一种手法 那这样子的表示形状 可以把串联跟并联的这种精神 画在同一张一模一样的图 所以你想象就变得非常简单 那你就在想 如果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微波系统 那光讲反射远远不够 为什么呢 那我就下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假设有个元件 那这个地方是50欧米 Z0 好 那这个地方有反射 在这地方 它其实这个叫做输入端 我把它叫Zin OK 这个Zin 不等于Z0 OK 所以在这个平面上它就有一个反射 这个我们刚才就提到过 就是 就是 复习一下 刚才这张图 这个地方会有反射 我只是把这个 画成这个 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然后把它名字取成这个元件 这个这是我的device 它等效成一个这个 那我们只看我们只看输入端 好 那 那我发现 Zin不等于Z0 那所以这边有反射 那我能量灌进去的效率变差 那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我这边要做个匹配电路 所以我其实我RFIC在做第一件的设计 其实就是这边做个匹配 对哦 input 那这个input matching 要把Zin 匹乘Z0 OK 那所以说我的能量在这边就可以正常的流通 这是 这是一个我们设计的观念 可是这个远远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进去之后 那我还要评估说 这个device的能量 从这边流进去 到这边放大的一个观念 所以这个叫穿透的观念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教的是 是反射的观念 那这礼拜我们就要教一个很重要的穿透的观念 那穿透跟反射才有办法完完全全的 去描述一个原件的行为 OK 所以我们这就是从 这个就是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要讲的事情吧 OK好 那我们来讲穿透 那我们讲一个更广义的事情 就是 站在微波工程师里面 电波工程师他怎么去看待一个电路 那你想一下 就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物体 那原则 那原则上 隐形战斗机 隐形战斗机 那我的雷达打出去之后 他可能四面八方都有波 那我的正面的回波我们叫什么 雷达解面积 那散射这个往旁边波的话 我们把它叫散射波 OK 所以简单来讲一个坡进去 它发散了 那我们把叫散射 那他的英文名叫 散射 散射 所以说这是我们以坡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物体 那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散射 为什么 当然我坡打进去它散出来 那我坡打这边进去散出来 OK 就是散射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如果描述一个物体的散射行为 其实我们就等于描述了这个物体的全部的行为 OK 这个之后我们会去证明它 好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到电路 这是物体 它四面八方散射都可以 可是我们现在物体 其实还是一个一个洞 OK 是一个物体 那这是个电路 但是这个电路 它现在它的那个 跟外界能量的交汇 其实它会 它会有限制 那我们把这个内跟外交界的地方 我们把它写成Port 那中文叫铺口 OK 那所以说假设 现在这个地方N个Port 那我这个能量进去之后 它是不是可能从 那我这是Port1 这是Port2 这是一个五个Port的电路 那我现在假设有个能量 OK 那能量就让我再搞一下 能量基本上是I乘上V 就是它是一个电压电流合起来的能量波 那详细的东西我们再再再再续述 能量这样进去之后它有几种可能 它只有五种可能 没有别的可能 为什么 第一个进去第一个回来 那第一个进去第二个出来 第一个进去第三个出来 第一个进去第四个出来 第一个进去第四个出来 第一个进去第五个出来 没有错 那同样的 那这个的行为是不是就跟散射是很像 OK 那这样子的散射是一个退化的散射 它的散射的Port被我限制住了 OK 所以说讲一个特例 如果你如果只有一个Port 那它是不是只有这样进去这样出来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例子 那当然就是两个Port 那就有两个例子 那当然如果我这个进去 那它当然也可以这样回来 那我从Port2进去也可以从Port1出来 从Port2进去也可以从Port3出来 OK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形容这个行为 那你看一下 就是如果Port1进去Port1出来 那我们就是从1进去 1出来 那它是散射 所以我们就称Port1进去Port1出来的这个东西 叫做S11 就是这个叫S11 那Port2 Port1进去Port2出来 那叫做S21 那Port1进去Port3出来就S31 那Port1进去Port4出来叫S41 S51 OK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们发现Port1进去Port2出来这个行为 其实基本上就是反射 所以原则上S11 就是Gamma1 就是Port1的Gamma OK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S22 所以S22 就是Port2的Gamma 所以说我们在上个礼拜教的这些反射 原则上都是讲S11 S22 S33 S44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现在那个输入的讯号 假设我定义输入的讯号叫做A 那输出的讯号叫做散射讯号叫B 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A1 有可能有A1 那这个出来的叫做B2 那这个叫做B1 那这个叫B3 B4 B5 那我再把刚才的话讲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一进二出 所以说S11 基本上是B1 除以A1 对不对 是出去的跟进去的比例 那S21 就是B2 除以A1 以此类推 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我们再继续延伸 那我现在来想一下 就是这个是A1 这有个A1 那如果我在Port1这边测到一个B1 那我的B1 基本上其实有可能是A1乘上S11构成的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想一下 其实这边也有一个 假设这边有个A2 那是不是这个A2也有可能会贡献B1 对不对 那A2贡献到B1这个东西 因为结尾是1 起始是2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S12 那在这边给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东西是Destiny OK这是1 这个东西是起点 所以从2出发1结尾 所以从2出发1结尾 我们就是S12 所以是不是就等于S11加S12A2 那假设这边有A3呢 这边就是S13加S13A3 那同理B2是不是也可以写成S 因为B2是从这边出来的B2 所以这二结尾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收集起来 那它是A1 那从1进去2出来是不是就S21 OK加上S22A2加S23A3 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可以把它写成Scattering matrix 就是我的B1到Bn 那基本上是S11 S12一直到S1 然后这里是S21 然后这边一直到S1 然后这边就是S22 A2 S23 然后一直到S1 然后这是A1 béb ann OK 所以这里这是入射 然后这里就是 我把它叫做散色 就是Scattering matrix 就是散色矩阵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散射 入射散射矩阵跟散射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N个铺口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S11 S22 S33 一直到SNN个反射 这个反射的行为 反射是特例 就是我这边进去这边出来 但是歪掉了 就是从1进去 然后2出来就是S21 这样让大家理解一下 这样一个散射矩阵 就从宏观的角度去看 但是细部你要怎么去看它 这个还是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说明 就是我这次要跟大家讲清楚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想一下 那所以说原则上 我们有这个散射的概念的话 那我们来想一个微波放大器 这是一个device 那我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Match Network imInputMatch Network 我这边也可以加上一个OutputMatch Network 然后这边是一个Source 那这个是一个ZL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是Port1 Port2 所以说我希望Match完之后 这个地方是Match的 这地方是Match的 所以我的S11等于0 S22也要等于0 这是我们在做Match的结果 那可是我的Port从这边进去 到这边要放大 所以我的S21应该要很大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Game 对不对 那我的 至于我的S12呢 这边会Bug回去的这东西 那有些人很介意他 希望他可以把它越扫越好 但有些人没有那么介意 但是基本上 在这边我们不太处理 因为我们在一个多级的放大器中 越接越接 S12只会越来越小 所以原则上来说 我们就是想办法把反射系数 就初步你就想说反射系数要等一等 S11是0 S22是0 那S21基本上越大越好 它等于争议 这样就可以 好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 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我们从onePort的概念 变成多Port的概念 那一样 我们要怎么去计算 这个onePort多Port的概念 那我们就开始回来 去想一下 怎么去计算它 实实在在地去计算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开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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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好多个铺口 这个有一个组抗叫Z1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 一个Port这样算 但我们现在有好多个Port 好多Port就不可以这样想 那你要怎么去想 这个时候我们就从S参数的定义来看 就是S参数的定义其实就是B1B2一直到BN 等于S11然后这是SNN 然后这个是S12 然后这边是一堆矩阵 然后A1一直到AN 所以说我要求的S11 是等于B1出于A1 OK 然而这个B1 事实上你用这个Skatering Matrix来看的话 它会等于什么呢 B1它会等于S11乘上A1 加S12乘上A2 加S13乘上A3 然后一直加下去 乘上AN 所以说后面这些东西 我都希望让它等于0 OK 所以说我的电路设计 就必须要设计一个条件 那S12 S13到S1N 它不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说唯一能够让它等于0 就是A2 A3一直到AN 那我的A2 A3到AN 要怎么让它等于0呢 这是Port1 Port2 Port3 Port4 OK 所以说我要让它等于0的做法 你想一下 这个Port从我在做这个的计算的时候 是在Port1会打讯号进去 那我第一件事让它不等于0 很简单 我这边不要打讯号就好 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你看我假设Port1打讯号进去之后 我会透过S21把Port传出去 但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到遭遇反射 那我这地方不是反射回来 就会创造出一个A2 对不对 那我这边也会有个反射 创造出一个A3 所以说我除了本身不给讯号之外 我也不可以让这边出去的东西再回勾回来 所以我要怎么办 我要在这边加上一个东西 让它不会有反射 也就是注意 这个反射是指对外的反射要等于0 对外反射 你要怎么创造对外的反射等于0 这就很简单 你这边加上一个中端电阻 那这个电阻是Z02 这个电阻是Z03 这电阻是Z04就好了 OK 那所以说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在这边有一两个Trick 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原则上我每一个铺口 我自己都可以定义我这个铺口 所谓的主抗 特性主抗 也就是说我这个铺口 我将来要使用它的时候 我是用这样子一个主抗去输入讯号 我是用这样一个主抗去接受我的能量 所以说我这个主抗我定义它 请注意我在这里 是我定义它的 我现在我定义它Z02是等于100 那就代表说我这个铺口 只要看到100了它就没有反射 这个观念我觉得各位 会不会有一点不舒服呢 有一点不舒服可以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出来讨论 至少我以前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怪 因为我在这边就定义说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这是用Z02去对Port2做能量的交换 Z03对Port3做能量的交换 Z04对Port4做能量的交换 Z01对Port1做能量的交换 所以这个Z0是我自己可以定义的 所以说假设我在这里就是接着Z02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能量出去之后 那我就完完全全被Z02吸收 为什么 因为我的定义Z02是不反射的 所以它对外没有反射 所以Z02这边不反射 所以说我这样接下去之后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没有反射的东西 这样理解为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来做个立体 那直接做立体比较简单 现在假设有一个电路 这是100欧姆 各位如果自己有空 自己在台下 也可以自己做做看 假设这是50欧姆 我每次都会做一个 这个最简单的题目 然后我现在这个地方 用一个50欧姆的port1 那这个地方 用一个75欧姆 我故意给它变一下 叫port2 请问一下它的S11 还有S22 等于多少 那这题目你要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 假设我要求S11 那从写S11等于A1除以B1除以A1 那如果是B1除以A1的话 我希望令A2等于0 所以我在算S11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计算这样一个电路 那我这地方就要挂一个终端电阻 OK 那请注意我这边中段电子 我就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画这个框框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要计算的是 这一个整个的等效的输入主抗 那这等效输入主抗多少 就是100 加上50 并连 50去并连75欧姆 这个叫Z1 Z1等于100 加上50并连75 好 那这个大概是多少呢 那我们来算一下 我看看我没有办法 那个很快算出来 那其实我这边为什么会故意慢慢算呢 其实这个算过一次你其实会比较有FU 所以我现在要求是100 然后这是50这是75 那所以说我这边是50并连75 等于1除以50 等于1除以75 所以50并连75大概是30 不是大概的 根本就是30 所以100并连50加50 75是多少呢 就是等于Z1 Z1就等于100加30 OK 那Z0是多少呢 Z0是等于这边写的是50 对不对 这是50 所以说那我们就来算 就是Z1减Z0 是等于这个 减掉这个 那Z1加Z0 是等于这个加这个 那所以说两个相除 4万万 就等于这个除以这个 它等于是0.444 那你如果取db的话呢 就先0.444 那通常课本要你就做到这边就好 那我这边 我这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往那个ADS去试试看 S11 那我们来试做一个这个电路 就是我把这个电路做出来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那我现在是要加上一个电阻 它有两个port 那这是75 我把它打下去 然后这里是什么 50 这是50 然后这边是100欧姆 那因为它跟频率没有关系 所以我的S3不管怎么模拟 假设我就先模拟一个点 这边Single Point 假设模拟一举桿 这没有关系 因为它跟频率无关 那我就模拟S11 给各位练习一下 那通常 我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把手算的跟实际的把它画在一起看 S11算出来 就大概是0.444 有没有看到这是0.444 跟我这边直接计算出来 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这边就可以去做验证 那我们再进行另外一个验证 请问S11是0.444 那它取db值是多少呢 那我们知道0.4大概是一半 一半 0.5大概是-3 可是因为S3数它是电压值 电压取db还有平方 所以它是20log 所以它应该大概是-6左右 那我这边也可以提一下 这边它等于20乘上log10 这大概是-7 OK 那所以说我这个地方也可以试试看 S11把它加进去 然后这边我可以按一个trace option 这边写db 它好像db算出来 这边看到db值 其实就是0.74 就跟它上面算出来一模一样 OK 所以在这边我有经过彻底的认证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彻底的掌握出 反射系数要怎么计算 那各位同学当然也可以 回过头来去计算这个 如果是说我要算S22 我当然是用75欧姆当Z02 然后我用50欧姆去terminal 然后去计算 我当然也可以做到S22 那S22算出来的结果 那你如果直接看答案 这边就只有答案 S22大概是0.33 所以其实初步来说 这个ADS 其实是一个 很方便很powerful的计算机 那你只要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电磁学 我以前第九章所有问题 有问题我就用ADS算一算 那它其实它可以回答你几乎所有的问题 那你自己也可以自问自答 然后用手算 跟ADS做一下比较 其实这样就会进步得非常快 OK 好 那所以说 MatiPol这种东西的反射 我们已经搞定了 那我们在搞定之前 我来Cue一个人来请他做一下Summary OK 那你如果Summary有问题 你也可以来问 用问的 那我从这边的排序 第一个是包城宏同学 你在吗 你在现场的话 你要不要Summary一下 那吴又润呢 老师 OK 好 那包城宏同学下次再请你 那我们现在Cue到吴又润的话 你可不可以稍微Summary一下 我刚才讲的这个S1-1 我刚才讲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那可不可以稍微Summary一下 好请吧 老师刚才讲的就是 用很多个Port 然后当你从Port1打进去以后 你的功率会分到五个Port 包括反射的 然后 用一个Scattering Matrix 来 去表示这个现象 然后 包括用 这种反射的 然后去计算 这些Scattering的Matrix 好 谢谢你 这边已经够多了 那有关计算的部分 我来Cue下位同学 OK 好谢谢你 那 那下位同学是李玉芬同学 你要不要来 来问我们Summary一下 怎么去计算 Scattering Matrix的反射呢 好 没关系 那李岸清 你有在现场吗 那周冠廷同学 那蔡桑龙同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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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D算 你可不可以稍微 稍微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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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一下这样 如果这样 那蔡桑龙同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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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反射的吗 - 假设如果要算S11的话,那要在其他的铺口那边接上它的中端电子,让它没有反射,再回过头来算S11。 - 好,非常好,那谢谢你的Summary,OK,那我们讲到这边,那我当然每次我也会考一个大家觉得不安的题目,就是如果是变压器,变压器也可以形成一个突破参数,事实上现在变压器的电路很夯,那假设这个东西是100欧姆,那这个东西是50欧姆, - 然后这个杂数比是3比1,请问它的S11和S2是多少,那你要怎么算,OK,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那我跟你讲,其实你可以去问问ADS,那ADS这边它也有变压器,这边是一个理想的变压器,我把它加进来,OK,那杂数比3比1,对不对,当然难不倒它,这3比1, - 我杂数比这边写3,那如果各位同学在ADS里面的元件不懂,你可以双击进去,看help,然后help它就会很乐意地告诉你它的定义,那我常常会需要看它,所以说其实这里面其实就可以给你很多帮助,OK, - 好,那3比1之后呢,那我接下去,就这个是50欧姆,这边写不好, - 好,这50,这100,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好,来,我来模拟,总是可以模拟出一些东西,好,那我们这边倒着做,就是S1是0.89,S22也是0.89,不过是-0.89,那我这个反射,我就再帮大家练习一下,OK,那我们来试试看, - 这次我们就来算S22,好,好,这个是50欧姆, 我们现在是先算S22 S11就各位就留下来回去算 那如果是算这个的反射 那我是不是把它接中断电阻 所以我的问题就变成是50欧姆 3比1 那看它的等效主抗自己印 自己印2 那多少呢 这个是3比1 所以这个主抗比就变成是3平方比1 所以这边的主抗就会等于50除以3的平方 那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Z1就会变成等于50除以3除以3 就变成是5.5 就大概是5.55 那我这边Z0是100欧姆 所以我这边Z0就设100欧姆 这算出来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S11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S22 这个公司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log是因为它这个应该是 我把它取绝对值 它就不会错了 OK 所以这个是-0.894 那我的ADS算出来 是0.895 但是是180度 OK 如果取db值的话 我这边在一样是不厌其般 做一下db值的计算 就是你这边可以key它的公式 它就是db值-0.966 所以其实就很容易去掌握它 所以如果你不会算 那就把A参数 就是先把计算ADS拿出来习惯它 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那有些同学 其实等一下再讲 我现在讲 就有些同学 其实如果你自己没有 那个没有可以用的话 我们有些免费版的ADS 但是其实这个免费版 其实是用不太好用 这个 这叫QUCS 那这个这里面 它里面 它一样是可以拉元件 电阻 它也可以拉 拉那simulation 比如说S参数 基本上它用起来是一模一样 它也可以模拟 这个模拟起来效能也差不多 只是它对于那个制程的支持度 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任何制程 所以说假设各位同学在EDA Cloud 受限EDA Cloud不能够常常使用 那你就可以去灌这个QUCS 这Help Index 我给大家看QUCS 就是这个QUCS 这是QT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QUCS 你去网络上查QUCS 那它是一个Free Web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自由的使用 This is a Free Web OK 所以你甚至连source code都有 那它有个缺点 它没有Tuning Bar 所以比较差一点 所以各位可以 就是还是可以去用 但是它没有那么好 但是你如果没有ADS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替代的方案 OK 好 那讲完这个反射之后 我们来讲 就是今天的重点是穿透 因为我刚才在讲是多铺的反射 那我们现在讲多铺的穿透 那穿透会发生 最简单的case就是两铺 对不对 那我们来想 假设现在有两铺的穿透 那我要怎么去计算这个东西 这是port1 这是port2 然后这地方 假设是一个穿透的话 这地方一定是挂Z02 这地方是挂用Z01去给一个source 那我这边有一个A1 那这边有个B2 OK 那因为我这边挂一个Z02 所以这边的A1 这边A1就一定等于0 OK 但是请注意 我这边有A1 这边也有一个叫做 这边也有一个叫B1的东西 好 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其实 我们现在如果你要讲 实际上讲穿透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必须要计算B2 除以A1 那我们现在就要回答一个 更本质的问题 老师到底什么叫B2 什么叫A1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在算价码的时候 这边S1虽然等于A1除以B1 但是我们讲价码都是等于B2除以B正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有个电压波电流波 它有个比例 那我的反射的B跟陆射的电压波的比例叫做干嘛 但现在我就突然有个A和B 那我这个A和B的概念是哪来的呢 它基本上只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这种散色 就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有进的就是A出的就是B 那我现在就要更仔细的把这个A和B把它讲清楚 好 那所以说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比较 有A1有B1 那A是进去 B是出来 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讲说A1就是B正 B1就是B负 我可以这样讲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一个假设 因为我们的功率波 功率是电压电流 那我们上次已经推导出来了 就是B正除以I正是等于G0 B负除以I负也等于G0这件事情 OK 所以说其实没有错 那你要代表一个能量波 最简单就是用B B正或者用I正也可以 这是一样的事情 可是在这边会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 有需要我们去针对这个进行修改 好 那没有关系 我们再继续算下来 所以说假设 我们在这边就要想 就是说A1 我可不可以把它定义成 这个叫做V正 V1正 那A2我可以把它定义成V2正 那B1我可以把它定义成V1负 V2可不可以把它定义成V2负呢 那其实是对一半 OK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状况才可以 但在这个状况就不行 那为什么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spatial case 这个spatial case还是一样 我把我的能量从A端到B端 这是ZOE 这个叫做VS 那假设这是perfect match OK 那你看 这个能量过去 是不是等于V1正乘上I1正 OK 就是假设能量从这边过去 那我这边是讲直流 然后我到了下个阶段 我就会把那个交流的东西 也把它 就交流只是把它乘一个二分之一而已 但我现在为了各位的直观 我都是用V1除以I1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假设是直流的状况之下 是V1正乘上I1正 OK 那如果我这个地方 如果只用V1来带 但是好 OK 但是如果是port2 假设port2这个地方 那我能量灌进去 是不是V2正乘上I2正 这样没有错 所以说我真正取决能量 是V和I的笔子 不是V本身 OK 那如果我用V去取代它的话 怎么办 那我就把这个能量 P1 那其实事实上是什么 是可以写成V1正的平方 除以什么 因为这个I1下 因为这个I1是Z0101 乘上Ii 所以Z0101 所以Z0101 V1正的平方 除以Z0101 这个P2也是V2正出于Z02,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这个Z01,就是这样子,我先讲个结论,我下一节课再把它讲清楚, 就是如果我只讲V,那我在Z0不一样的状况之下,我的power的估算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错误,那所以说我们才会想办法把A和B做一下修改,让它更接近我们实际的状况,那现在下课,那我就先下课,现在下课20分钟,那待会我们再来回到现场,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